好 那個謝謝我們執行長的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先讓幾個民意代表跟關心 大家整個民眾的權益的長官們 看看有沒有什麼要先支持的 OK 好 那個黃委員很客氣 那我們那個圖議員的部分 是不是有代表要幫忙支持 好 那我們這邊我們台灣地方公司的 我們的公司的代表我們的執行長 那這邊還有我們金發局的林科長 以及我們彭明聰里長 那在場我們許根深議員 吳敬昌議員的秘書 還有我們黃世杰委員 那這邊還有我們很多 我看不只關英 好像有很多的里長 還有很多很關心我們空污 我們環保議題 我們所有在場 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那我知道今天大家對於台灣地方 來開這個說明會 對於我們關英來設 設這個燃燒我們固體燃料棒 SRF廠的議題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其實針對這個部分 我個人覺得當初 可能在設立的過程中 很多里長 很多的民眾 對這個事情 並不是非常的了解 而是後面 透過開始動工興建 大家才發現 這個廠來興建 而且有台灣立方 立江還有可民衛三個SRF廠 要在這邊來設立 要燃燒這個固體燃料棒 那大家對這個都有很大的疑慮 因為當初我們在設立的時候 我們環科的部分 是可以允許我們燃燒廢氣物 燃燒燃燒廢氣物的廠商來進駐 但是陶科的部分 我們是一般的工業區 就是嚴格來禁止我們燃燒廢氣物 燃燒是要造成空污等等問題 有煙囪空污的問題 當初在設立的時候 就針對環科跟陶科的部分 做了很大的區別 可是大家我知道 很多里長很多鄉親就很疑慮 為什麼針對我們台灣立方 可宁衛還有立江 這燃燒SRF的廠 我們為什麼要用專案的方式 來讓他們通過 其實我們觀音這個地方 針對環科很多廠商 燃燒廢氣物 所造成的空污 還有我們大潭電廠 這個火力發電所造成的空污 還有我們聖職能 即將運作的焚化炉 對於觀音周邊地區 所造成的問題 尤其這一陣子 空氣污染的問題 已經造成我們很多觀音 鄉親大家對於我們整個 觀音空氣品質的疑慮 還有很多都還沒有正式運轉 大家就已經覺得這空氣 污染的品質就已經非常糟糕 那為什麼我們我們的中央經濟部 黃美花的部長 還有跟我們之前我們的前市府 鄭文燦市政府的時候 為什麼跟金發局還有行政院環保組等各相關單位 為什麼再不到一個小時的會議 而且整個這麼大的案子不到一個月就正式拍板定案 據我們側面了解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中央就是遭受我們AIP 美國在台協會的壓力 變成很迅速的讓它來通過 所以我們是希望我們的中央政府 能夠對於我們這個SI設廠的部分 希望能夠公開透明 而且針對環保環變等等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深切的探討 而且不希望等到設廠之後 所以萬一有造成環保的議題 萬一同步有操表 我們再來做處置 我覺得這一切都已經為時已晚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設立之前 我們都能夠公開透明 希望能夠召開這個說明會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都能夠了解 而且也不希望我們中央建議主管單位 透過專案的方式 硬要我們逃可當初要求不能設定 的方式來通過硬要搶遷 我們關於